仍然是从群书制药 这一个唐朝的 把上古时期的各种诸子百家精华 集中在不是一本书 而是一套书的里面呢 崛起出了孝经来和大家分享 过去的两期节目里面呢 我们都讲到啊 其实一个人孝的本质 就是要培养一种 从行为模式到心智模式的 对他人恭敬和亲爱的能力 是人和祖先的和谐共处之道 而这个祖先呢 又在你自己身体里面 所以呢 你孝敬父母就是爱护自己 这完全是一体的 有的时候我们在想一件事情 一个在里面 自己身体里面纠结的人 他一定会在自己的土地 这个领域里面 比如说公司里面吧 他也是一个纠结和矛盾冲突的人 他会和其他人呢 发生很多的冲突 因为他不懂得如何恭敬和亲爱他人 这样的话呢 这种人呢 在单位是一个不受单位欢迎的人 在家里面是一个不受家庭尊重的人 做儿子很失败 做老公很失败 做老婆很失败 做父母也很失败 在我们上一期节目的时候 特别讲到 如果一个女人对老公的父母不孝敬 应该是杀无色 后来呢 引发了我们广大女编导妇女同学们的强烈抗议 说难道对男人不应该这样吗 是的 你要让你老婆对自己的父母好 首先你得对老婆的父母好 所以呢 它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节目 我们要在这里面补充一下 不要仅仅是对广大妇女提出要求 更重要是要对广大妇女的男朋友或者老公提出严格的要求 当在工作中的亲公态度成为了习惯 事业发展自然少了诸多职场争斗的阻碍 当孝顺对方父母成为夫妻间的共识 婚姻自然美满幸福 孔子的孝道想表达的不是盲目的于衷 而是人与人之间相互的谦恭与尊重 而许多内心自认为是孝子贤孙的人 却往往完全的忽略了孝的本质 存着孝顺的心 却办着不孝的事 我发现很多人在内心里面也很爱他的父母 但是态度很糟糕 比如说这个时候有些时候父母为了爱儿女 就给儿子悄悄地赏了些钱 这个儿女有些时候还觉得 我都这样了 我希望你们好 你怎么能这样赏钱给我呢 完全不领会我的意思 给钱就用了 讨厌 就把钱扔在家里面 排班而走 这个情景稍微有点极致 但是你会发现说 我们有很多时候 很多的子女在孝敬父母的时候 有爱 但是没有恭敬 就是说你就是为了父母好 你也真的是全心全意地爱他们 你也觉得他就是你的父母了 你也愿意把所有的东西给他们了 但是态度很糟糕 所以孔子特别讲了一个事情 他说孝这个事情 最重要的是要培养一种恭敬的行为 孝子之嗜亲 居者自其敬 养者自其乐 但凡有孝心的子女 要侍奉父母 在家里面要敬恭敬之心 奉养要敬和乐之色 所以不光是要有心法 要有爱 要有对他好的冲动 更重要的是在态度上还特别重要 而且要维持这个态度 你还得有智慧